因著鴉片戰爭1841年1月26日 被定為香港開埠日 Hong Kong Foundation Day 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並將香港開放為自由港 除了這個身份的改變 香港教會歷史也由此開始編寫 1842年馬麗遜教育協會 將學校遷往香港 以推動教育事業傳授西方知識 以啟蒙中國人為目標 直至1843年 倫敦將位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到香港 承傳全洋基督教及溝通中西文化 的辦學宗旨開辦小學課程 倫敦會是首個在香港城市 建立華人教會的差會 其骨幹成員多數都受過 猜會教育後成為了商人和知識分子 亦都在城市認聚了一個商業 專業階層的信仰群體 以至到教會能夠在香港城市紮根 宣教士亦都建立醫院 藉著醫療服務向華人發放福音信息 早上提供廣東話聚會 晚上則有潮語聚會 宣教士更加入到鄉村開展宣教工作 透過潮語試工接觸當時香港鄉村和船家群體 1846年巴式會和巴麵會 派遣牧師來到香港宣教 邊學不同的謊言 邊到各鄉村報道 隨後成為了崇禎會和禮言會的開山組 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 為進入中國的宣教士 提供了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支援中心 早期的宣教士從南洋各站 帶同華人助理來到香港開展工作 倫敦會的何福堂 浸信會的各向和聖工會的羅心元 均有在海外生活的經歷 透過宣教士在香港建立學校 醫院、教會和一些練敏事工 讓福音滲透到不同的群體階層 成為了香港的根基 以蔡英雅書28章16節 所以主耶和華語此說 看啊!我在石鞍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 是試驗過的石頭 是穩固根基 寶貴的防角石 詩篇89篇14節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 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認識到這段時期的香港教會歷史 能夠增進我們對香港教會的了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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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